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鸟的学习,我们已经对这一部分的知识点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 准备来打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好的,从本节课的开始 我们将会正式进入我们安卓的多线程和异步任务相关的知识点的学习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今天将会学习我们第一个小节 多线程的意义,我们要好好看一下 这里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 我们平常一个应用程序单线程跑得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呢 这里主要提出了三点 第一点,我们是为了提高用户的体验 或者说为了避免我们的ANR 这里的ANR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提到了在我们的世界处理代码当中 需要使用多线程 否则就会出现ANR ANR它其实就是我们单词的缩写 Application is not responding 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没有响应 这种情况 或者说我们有响应 但是响应太慢了 这样也会导致我们的用户体验很差 所以说我们需要使用多线程来提高用户体验 或者避免ANR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第二种情况是异步 是哪些情况呢 在应用当中有些情况并不一定需要同步 主色去等待一个返回的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多线程来实现一步 比如说你的应用程序当中 某个Activity需要从云端来获取一些图片 加载图片它本身是比较耗实的 如果利用同步主色去加载一张图片的话 那么在加载图片的过程当中 用户就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操作 它是主色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所采用的就是一步加载 加载完成一个图片刷新一个 加载完成一个刷新一个 我们为了一步 有些时候要采用我们的多线程 我们的最后一点 多任务 比如说多线程下载很简单呀 比如说你有一个下载的管理器 同时在下载多个东西 你用单线程肯定不能实现啊 对吧 这里有多任务 所以肯定是需要开多线程来进行下载的 这里就提到了三点 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 希望同学们能够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肯定不是我们的B和C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A 我们使用多线程 最重要的是为了提高用户体验 从而避免ANR 那么为什么我们使用的多线程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又来深入的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深入看一下 我们的Application 就是Loud Responding 就是我们的ANR 它代表的是程序未响应 如果一个应用程序 无法响应用户的输入 系统就会弹出这个ANR电话框 如下图所示 而这个时候用户可以选择继续等待 或者说终止当前的程序 这就是我们的ANR的表现出来 就长这个样子 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安卓的应用程序的机制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安卓应用程序的主线程 它负责处理我们的UI绘制 我们安卓系统为了防止应用程序 反应较慢 导致我们的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做了一个处理 一种情况 就是当用户输入时间五秒以内 没有得到响应 那么系统就会弹出ANR电话框 由用户来决定是否继续等待 还是强制退出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Breakcast Receiver 就是我们的广播超过了十秒 还没有执行完成 也依然会弹出我们的AR电话框 这是我们本身的机制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即使你的应用程序不超过五秒 你说我没五秒 我就四秒 我就三秒 我们并没有触发这个安卓 它本身这个机制的临界值 而我们本身人眼 它可以分辨的时间是0.1秒 小于0.1秒就没什么反应 点了 就也就响应了 超过0.2秒 用户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有点卡了 我们俗称为打嗝现象 如果真正达到了两秒以上都还没有响应 这样的用户体验真的很差 这个时候有些同学会说 我可以采用进度条的形式 但是我们建议在你的程序当中 不能到处都是进度条 否则这个圈圈会把用户转晕 这里就画一个圈那里也画一个圈 好 比如说我们的某些应用要到处显示很多图片 我们会采用异步的形式来显示图片 如果你在图片加载完成之前 每一个位置都放一个加载的进度小圆圈 这看着就很烦 我们可以做一个变通 在我们图片加载成功之前 显示一个默认图片加载成功 再刷新一下即可 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到处都是进度条 那么这个用户体验也非常的不好 也是非常不好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事件处理原则 我们了解了ANR的一些深入的原理以后 那么我们看一下为了避免ANR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事件处理的原则 他就一句话 所有可能耗时的操作 请你都放到我们的支线程 放到我们的其他线程当中去进行处理 我们安卓当中的UI线程处理不能太耗时 刚才提到过 我们的activity是5秒 我们的breakcast是我们的10秒 那么可以看一下 我们哪些方法在我们的activity当中进行执行呢 比如说我们的activity的生命周期的 uncreate unstart unreview 比如说我们事件的unclick unitemclick等等 这些都会响应在我们的主线程当中 被毁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高 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性能的话 可以从哪两个方面来入手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生命周期方法 uncreate unstart unreview 这个方法的执行时间 它本质上决定了你的应用程序的界面的打开时间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尽量避免 把一些耗时的操作放到了 这个几个函数里面去执行 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函数里面去执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而把一些不必要的操作放到县程里面去执行 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卡很耗时 那么建议我们引入一个expend的界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引导页 使用引导页 然后做一个过渡把一些耗时的操作把它执行完成 执行完成以后再进入我们的首页 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 达到我们的一个世界处理的基本原则 所有可能耗时的操作都不要放到主线程 都请放到其他线程去处理 而在我们实际当中你可以写哪些 你可以采用哪些操作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步 就是说我们同步的情况需要等待我们的返回结果 当一个用户点击的注册按钮需要等待服务器返回结果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显示一个进度条来提示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程序正在运行没有死掉 这个情况下是需要得到当前结果的 是同步的 你就不能说我开个支线程序干这个事情 我的注册是需要马上得到结果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采用同步 然后我们同时在前台去显示一个进度条 告诉用户我们的程序正在运行没有死掉 这是必须采用同步的一种情况 不是说我们学了多线程 任何东西都进行多线程 而我们的逆步 就是说我们多线程更加适用于哪些场景呢 不需要等待这些返回结果 比如说我们微博当中的收藏功能 点击完收藏按钮以后 那么到底收藏是否成功 你一会告诉我就行了对吧 不需要马上告诉我 而我们这里要知道 不管是到底我们进行同步还是异步 事件的处理都可能比较耗时的时候 那么都还是要放到其他现场当中去处理 处理完成以后 再通知我们的界面进行刷新 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不是所有界面的行为 都要放在我们的主线程当中去处理 比如说我们的TextView当中的SetText 我们的方法必须放在主线程当中 否则会抛出一个异常 而我们的ProgressBar设置我们进度条的时候 在我们的支线程当中其实也是可以设置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所有的UI组件相关行为都放在UI线程 这是一个统一规范的 这是一种好的写代码的习惯 那可以减轻我们的思考负担 把我们变的不变的 一些有相同特性的都放在一起 这是很好的 而这一块的话 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实际操作 也是我们为什么通过多线程 可以提高用户体验和AMR这一块 我们接下来 那么我们肯定就要了解一下 我们采用了多线程编程以后 取了多个线程 线程与线程之间如何来通信呢 线程与线程之间又如何来交互呢 这里就会涉及到两个核心的类 Handler和我们的SignTask 这两个类会在我们后面的章节里面进行重点的解析 我们这里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Handler要想了解它 那么了解它一个是不够的 还得去了解它的几个相关的类 比如说我们的Luper 我们的Messaging 以及我们的Messaging Queen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在后面会重点讲到 然后我们的SignTask 它其实是安卓为我们提供的 异步处理的一个辅助类 它可以实现耗时操作 在我们其他线程执行 而处理的结果 在我们的主线程执行 对于我们的开发者而言 它屏蔽了多线程和后面 要讲的一些Handler的一些概念 我就算不了解它的通信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SignTask 已经全部都给你实现好了 你只需要直接使用就好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封装的越高级越好的API 对我们的初级程序员反而不利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原理 当我们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的时候 而高级API无法完成得很好 这个时候你就悲剧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它的原理 你如何去改它呢 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初级程序员 我们也要掌握一些它的原理 同时也要掌握我们功能更加强大 更加自由的线程通信的方法 Handler 很多同学在学习了SignTask以后 就觉得这Handler有什么用处吗 没有我们SignTask方便 但是你就要知道 封装的越好越高级的 对比的限制性越多 真正能够让你无线扩展的 反而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的 这里的话我们就了解一下 如何来实现多线程之间的通信 具体的我们在后面再讲 最后的话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线程池 来提高我们的性能 我们建议使用我们的线程池 来管理我们临时的一些Squad对象 从而能够提高我们应用程序的性能 线程池是我们资源池在线程当中的一个实例 在了解线程池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资源池的概念吧 在我们加工当中 其实创建和销毁对象都是比较好资源的 我们如果在应用材权能频繁的去创建 频繁的去销毁 这样会产生很多临时对象 而当我们失去这些对象的引用的时候 我们的GC的机制就会启动起来 而CPU在进行GC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应用程序当前的一些运行得不到响应 从而就降低了我们应用程序的性能 所以我们关于加工当中的资源的这一块的使用 我们也是要引起重视的 而资源池就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 就从一个池子当中去取 不要反复的去创建和销毁 我们本身的资源池就维护了这些对象的生命周期 而当你理解了资源池以后 那么你当然就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线程池 我们的线程池就是存放我们一个个线程的池子 我们不需要频繁地去创建和销毁这些线程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线程池里面去获取 而我们线程池就会完成我们对应的生命周期的维护和调度 这就是我们利用线程池来提高我们的多线程编程的性能 好的这一块的话也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重点给大家解析了我们多线程的意义 我们下节课将会正式进入我们多线程的创建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